哈囉金鳳老師你好 哈囉大家好 我們來介紹你這個近期的新書 一開始一樣先把你個人背景介紹 我之前是一位媒體工作者 然後從媒體工作者之後 找到一個這個產業 那這個產業之後 就覺得他們在經營管理的部分 好像有一些缺口 才進入到我們這家公司這樣 我看你這幾年好像從這個 單純的室內設計的一個顧問 變成一個品牌規劃 是 稍微再全面一點 OK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目前台灣 唯一一家室內設計業的 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那當然呢 管顧公司要進入室內設計業 它難度相當的高 因為它很難制定一套標準 讓設計師可以落實執行 那這個產業 偏偏也是很多的客製化的產業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也只是幫設計公司 單純撰寫SOP的內容 那慢慢的也繳到他們的缺口 包括了行銷層面 包括公司的公務層面 包括公司的整個品牌定位 提升這些東西 然後再慢慢去把它整合起來 所以這個設計公司需要客製化 還需要一點的產量對不對 對對對 它還是有一些些 但是畢竟他們是賣人力為主的產業 並沒有辦法機械化生產 所以他們在這個產業運作 跟其他產業的概念 以及行銷方向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這樣講等於 每個案子幾乎都要從頭開始 因為這是不同的客戶 沒錯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請你來介紹 你今年的這個新書 這本書其實整個 它寫了兩年多的時間 因為一直以來 除了我當時的第一本 室內設計師的烘焙成交學 那當年那一本是當年的資訊 如今已經隔了超過五六年以上 那產業的資訊一直在做變化 那這個產業要的資料越來越多元 那就促使了我們要寫這本書的過程 那隨著我們輔導設計公司越來越多 案例也越來越多 所以這本書加深了很多產業的案例的分析 然後還有一些未來的趨勢 那也導了更多設計公司 現在經營的新的問題是什麼 來提供給更多朋友做參考這樣子 好那是不是把章節五個部分 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進這一行 可能要基本的生態的了解 可能要知道說它的整個產業的佈局 它的整個原始狀態是什麼樣子 然後慢慢的我們會從行銷的缺口 業務面的缺口 行銷面的缺口來做一個切入 然後讓大家去知道說 這個經營這個產業 它到底有哪些方面 是要去更加深入的執行 那當然 一直以來其實很多設計公司 都把焦點放在業務的成交 或者是在行銷的曝光 但事實上這是不太正確的 原因是因為公司內部出了很大的問題 這時候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 基本上 媒體並沒有幫不到自己多少多大的效應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從你這個第一個章節提到 那種室內設計相關的科系背景 各有優惠缺點對不對 對沒錯 傳統就是標準的室內設計系對不對 是啊 但那個真的已經過去了 其實現在目前室內設計從業人員相當的多元 甚至不客氣的講有時候連一個路邊的消費者 明天要轉職可能也有機會 因為從事這個產業並不是真的完全要真執照 雖然在內政部這邊他有斑定 你要做所謂的裝修裝潢 一定要有這個工程牌照這一張 但是不是代表要進入這個產業 就完全要真執照 比如說我本身是繪圖的 我能不能把工程外包給外面的工程公司 目前是可行的 目前是可行的 那當然這個產業它相當多元 而且近年來大家有感受到 這個產業因為入門檻很低 對 所以各行各業都來繳足這房間 那包括像科技業 很多人覺得說這個產業好像蠻好賺的 為什麼 因為設計師裝潢我家一次就三四百萬 我年薪三四百全部都給你 然後覺得說哇這好像這個產業不錯 然後就一然決然離開科技業 然後投入這個產業 那一開始他什麼都不懂 但是他對這種電腦繪圖上 有一些基礎概念 那可能就到補習班 去開始加深他對這種空間配置概念 所以只要學會AutoCAD就可以接案是不是 有些設計師的概念的確是這樣 但是他對完全工程的背景 一點概念也沒有 但他最厲害的是因為裝潢他家 所以他認識很多包商 認識很多工班 所以他就認為他可以做這個產業 反正接到案子再找工人來轉包就對了 對那問他細節當然基本上他只會講說他只會跟客戶講說你相信我就對了 反正我不會讓你浪費錢的 那消費者就相信他了 然後就出事了 裝潢糾紛了 那你有提到如果是建築科系的背景 那他建築師的話是不是就更安心一點 這當然 因為室內設計他其實整個系統裡面是在建築的下方 那建築師本身他本來就有資格成立室內裝修公司 他本來就可以成立設計公司 設計公司他就很難會有建築的一些對結構安全的背景的掌握度 當然不會來的比建築師更強 但是兩個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建築的本質是對於安全 對於整體的結構上 或整個對這種圓域綠化造景這個區塊的能見度比較廣 但是對於室內 這還是室內設計科系的專業 因為他強調到室內的美感 對於室內線條的延伸 比例的拿捏 那個概念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室內設計通常都不會動到所謂的結構對不對 所以比較沒有安全的問題 他們也會動到結構 有時候也會打 因為舊物翻新就需要了 但是有些設計師是他沒有找人來分析這個外牆到底是建商的問題 還是即使是在裝修過程的問題 直接就進場施工 台灣蠻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裡面做得很好 結果外面還是滲漏就對 對 然後奇怪為什麼那麼好 還是繼續漏水 有很多層面是出在這些問題 是 那當你技能都準備好 就進入第二個章節 就是當你有了公司要開始接案的時候 你又講到一些成功的一個關鍵跟一些捷徑 所以現在成功的方法都已經跟過去不太一樣對不對 過去就是口耳相傳這樣子 默默的做 現在好像要多了很多社群的行銷 對沒錯 早期的室內設計業是靠人轉介紹朋友 就可以成交這個case 但現在時代完全不一樣 特別是年輕世代 年輕是到早設計公司 他第一個動作 他一定先上網收集資料 這些資料包含你的公司的背景 二者資料是你的評論 三者資料是你的作品 四者資料是你的得獎行銷紀錄 這些都是現在消費者會去做功課的 因為這取得太容易了 但是取得之後 他接下來才會選擇他要的公司 所以現在消費者已經不是像以前 單單只是看一張照片的風格喜歡 就找這個設計師了 時代已經真的不同了 所以這樣講就是公司的網頁 或個人網頁非常重要對不對 沒錯 你這些資料都要收集在網頁 讓人家一幕聊 而不是只有一張成品的作品 就可以吸引人家來跟你談案子 沒錯 但是有些設計公司的心態 我問到他說 為什麼你要成立這個官網 看起來也沒什麼在經營 他就跟我講說 本來就應該是這樣 我說那就納悶了 那你的資料那麼少 怎麼會讓消費者對你產生信任 就花錢架官網 結果裡面沒什麼內容就對 對 就白花錢 對 那當然他們的理由不是白花錢 是為了他本身就不想接陌生客人 然後可能藉由這個動作 讓他原有的客人上網去查資料 查得到有這家公司 他是為了這個還去做官方網站 只要查得到就好 他不要陌生人去看到 能跟他們接觸就對 對 因為他們痛恨消費者來比價比圖 問好玩的就對了 對 這是產業一個生態 生態鏈的問題 好 那第三個部分你講到資料庫 資料庫還蠻多的一個小重點 所以就是所謂的這個一些SOP嗎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子 包括像我們裡面有談到一個建立一個建材資料庫的概念 這概念就是因為現在很多的設計公司員工 從市面八方而來 像產業喔 室內設計業也有缺工問題很嚴重 對啊 那大家很納悶吧 念室內設計科班出來 這麼多人怎麼會有缺工問題呢 這是很夯的產業 那事實上員工他也會挑選老闆嘛 那你如果自己的外部行銷做得不夠好 這個年輕的世代找不到你什麼資料 他又如何想拿你這邊上班呢 好像很多設計師現在沒有在意到這個問題 是 對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現在員工跟以前找工作概念不同了 其實就可以看成他是一個消費者的角色 選擇對他最有利的去消費的概念 對 而且設計業是不是通常就做個幾年之後 有些人就成熟 就想要自己獨立結案 就是不想給公司抽 所以就很多人一直這個獨立創業這樣 沒錯啊 因為他從前老闆的手上得到人脈嘛 得到工班嘛 得到經驗嘛 然後就出來自己開了 但是這個過程問題相當的大 所以出來之後才會發現 背後還是要有一些資源才有辦法去做這些事對不對 包括你在後面有提到一個章節是專門這個業績的部分 就談判的一些溝通技巧 也非常重要不是只有技術好而已 普遍的設計公司的老闆不會讓員工跟進他跟客戶談案的過程 因為一般台灣的設計公司是把員工當成代工廠的概念在面對他的同時 都關在工廠裡面 對對對 這概念其實是說白的蠻不對的 但是台灣的設計師 他的這個生態鏈的產業 是賣弄個人魅力大過公司品牌行銷 所以他們會認為其實是公司有他才有今天 但是這個慢慢的 但年輕時代普遍已經不被接受了 所以這個年輕時代才發起對品牌的響應執行 才慢慢有這些動作 想要真正去發展這間公司的品牌的對外這件事 等於公司也轉變了 不得不面對公司品牌這個問題 對 以前根本不用care 以前只要把個人的IP做好 然後媒體互動做好 形象做好就可以了 現在不是這麼簡單 那所謂的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個人創業跟所謂已經累積有品牌的設計公司 他們到底在資源上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 差異其實蠻大的 首先個人公司有分兩種 一種是工作室型態 一個是有限公司的型態 那如果他是工作室的型態 現在消費者會越來越害怕 因為網路上根本查不到你的正式登記資料 說跑就跑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這群設計師明明可以成立公司 他卻不願意呢 其實回到關鍵還是稅務上的問題 不想多繳稅 對不想多繳這個稅 或者認為他的規模還不夠到那邊 那事實上消費者是真的很看重這個區塊 那第二個層面 當然講更深入的就是證照這個問題 工程證照設計證照這個問題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設計師很好奇的 就是說我拿到這個證照 我在產業就是王道 這是台灣現在坊間在討論蠻熱烈的問題 但事實上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因為拿到雙證照只是入行的門檻 進入這個產業最要面對的是這個書的精髓 叫經營管理 整個產業的經營管理 並不是單純在報價分析 也不是單純在跑工地的經驗 更不可能只是會畫圖的整個成品而已 它包含到跟客人很多的擋拆戰術 包括你的作業流程的標準是什麼 但是室內設計這個產業很妙很微妙的地方是 它討厭標準這兩個字 因為設計人的思維裡面應該是天馬行空的 應該是充滿創意的 充滿無限想像的 就是通常他們都有藝術的風古就對 對 不喜歡標準化 沒錯沒錯 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一個產業沒辦法走到標準化的其中這裡路的話 很多事情它就沒有辦法得到品牌的第一個基準點 叫做Balance 穩定 穩定做不到這品牌就根本不可能操作 最後當然就回到個人IP這件事情 所以個人工班常常會差不多就對 那個畫圖也差不多 施工也差不多就好 對 都是玩差不多先生 但是這個時代真的不能差不多了 因為消費者真的在驗收時候 會拿一把尺來量你的公分數 到底是不是跟我之前談的那個東西 對啊 而且這幾年還流行所謂的厭屋公司 那個厭屋公司搞不好又規劃到 以後又顏色到這個厭裝潢的公司 偶有喔 房間已經開始產生這件事 所以設計師也害怕 所以他有些設計師聰明一點 先投資厭屋公司 自己量就對了 可以賺兩筆嘛 所以真的有時候差一兩公分 人家就可以跟你抱怨 然後就可以砍你價錢對不對 因為的確跟當時的報價單不符合 但是這個是比較 雞蛋裡挑骨頭的做法 回歸到原本最大的一個核心 是書上有寫的 驗收這件事情的準備 驗收其實台灣設計公司 有很多其實沒有真的搞清楚 三個動作是最大關鍵 驗收前的準備 驗收當天的流程 驗收後收尾的服務 到底怎麼做到標準這件事 台灣設計公司高達九成 是放掉這件事情 因為說一句認真的 驗的東西越少 越能夠過關 我收到尾款的速度是更快 當我進入到仔細的驗收 收到尾款的速度就會拖更久 更不利我公司的走轉金的經營 這個是產業真實的聲音狀態 所以現在大家對驗收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都有這樣子前中後的一個想法 還是設計公司老闆自己要自我保護 他們也沒有這個概念 他們大概目前的狀況僅止於就是說 在當天的時候我要怎麼把它驗到過 減少二驗三驗的機會這樣子 好 那即使真的很順利驗收過了之後 那所謂的這個設計是有所謂的保固期嗎 跟建商一樣這個漏水它什麼有的 應該這麼說 在室內設計的合約裡面會有一條就是 會享有一年的保固行為 但是這一條其實一直也相當的模糊 因為在室內設計的世界裡面 我完工交給你房子之後 你沒有打給我 我可能很難再打電話給你 那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那怎麼有保固呢 所以在台灣的民眾裡面其實 對於這件事情也相當的care 就是說那你真正是幫我保固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再三跟設計師想要強調就是說 一定要在整個保固一年的規範裡面 要有主動的行為去面對你的消費者 主動關心就對 對 你一定要達到主動去關心的業主 今天不管你是一人公司 兩人公司 十人公司都一樣 這件事不做 就不可能朝向公司的品牌邁進這件事情 所以要定一個標準就對了 這個結束之後的這個 短期中期長期聯絡客戶 對對對 這個不是靠一個感覺在做事 因為書上有寫的 師徒字真的已經過去 現在越來越講說標準化流程 可是我想室內設計 他大部分可能都是這個木頭裝潢 那木頭裝潢到底怎麼保固 因為可能有他自己居家環境 潮濕或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當然很難界定 但是基本上 在設計公司保固這一年期間 我們最起碼可以做到 在什麼樣的節點 先主動關心消費者 那主動關心消費者 至少消費者對你的安全感 就多了一分 那不要害怕消費者提出 他需要保固的內容 或是有一些五金的回損脫落 油漆的歸裂 不要去規避這件事情 規避這件事情 對產業並沒有好處 對但是很多設計師 為什麼不敢做這件事呢 有一個非常大原因 因為他是新生代設計師 跟公關的關係處的並不好 處的並不好 他就沒有辦法落實保固 但合約寫了又跟怎麼辦呢 那後面變成他要花錢了事 因為他跟公關的關係並不好 他要花錢找新的公關去做 對 所以他寧可不打這通電話 所以我想這個現象 在台灣這個產業 一定要去注意這件事情 就沒聽到 那就當做沒這個事就對了 對 我這兩家設計公司 真的還蠻多的 反正有事這個消費者 就會打給他了 對 但是到打給他 可能就法院見了 好那其實我們剛剛有聊到 這個設計公司 最後這個裝潢 還是需要所謂的驗收的部分 跟我們這個傳統的 新屋驗收是不太一樣 講一下驗收的方式 在裡面還做一個 非常清楚的一個圖表 還有驗收流程的一個比較表 到底怎麼驗 最大剛剛講有三個重點 就是說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在驗收前的準備 那驗收前的準備 其實不包含 不單單只是在驗收 當天提前到現場 可能你有一個觀念 要對更設計師很重要 你要有小驗的動作 小驗收就是會把風險降到最低 比如在天花板 我們還沒有封板之前 我們就可以先約消費者 到這個裝潢現場去告訴他 我這個動作醫療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你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順便跟你的業主請款 所以每一段的請款 你可以跟著你的驗收流程走 這樣子收集款項 是不是比較踏實呢 把它綁在一起對不對 對應該要把它綁在一起 不要去逃避這件事情 這個產業為什麼會忙到這麼忙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設計公司 沒有一套標準 他不知道什麼做才是正確的 他可能就是憑著當下的感覺 或是這個案子的感受 然後去想出另外一套標準 面對消費者 那這樣子的話 員工根本沒有辦法 跟著老闆身邊學習 對這是一個很直接的 那當然我們事前的驗收準備要足夠 足夠後你才會到驗收中 就是當天 那當天包含了你當天提早多久到了 到了要做什麼呢 然後你在驗收流程你要怎麼跑啊 你要從哪一個地方開始啊 你要帶什麼樣的notebook 你要帶筆記本嗎 你要帶量尺嗎 你要帶測量儀嗎 你要帶什麼有沒有列入標準 這些是絕對可以寫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帶著客戶 去逛整個這家裡的空間 所以當天這個是很重要 但當天接下來馬上發生下一件事情 叫做二次驗收 因為當天絕對會有缺失改善 但是其實我講一件事 因為我們客戶來自高雄到宜蘭地區 南部跟北部的運作又不一樣 南部比較講求人情 可能這個錯如果沒有到太大 大家人情講一講就怕死 北部地區不同 北部地區相當注重法律流程 如果你做不好 常常就是法院間 那當然這件事情來講 要降低這件事情 千萬要避免你的消費者跟你講一句話 就是他到了現場來告訴你 怎麼想的跟我當初都不一樣 這句話只要一下來 幾乎就快法院間了 對那代表你前面根本就沒有 落實跟客戶好好的 來做驗收方式這個動作 不管是前面的溝通設計 或者是什麼 就可能一定有落差 他最後才發現怎麼跟他 當初看到或是你跟我講的 怎麼不一樣這樣子 對這個都會有落差 那你在後面的收尾很重要 你要怎麼去做 讓這個收尾雙方的依據 台灣有一群設計師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怎麼驗收都驗不完 然後只會怪消費者雞蛋你挑骨頭 但事實上是真的是這樣嗎 新聞不是都看得到這些資訊 事實上有沒有可能 其中一部分是設計師本身 他在做收尾的時候沒有保留證據 或者是說他其實沒有收到 當時講的那一個基點上 這都很有可能的 因為台灣消費者固然一定有奧客 但奧客的比例怎麼可能很高呢 不是吧 那設計產業一天到晚都聽得到 在抱怨消費者尾款不給 又扣我款項 或者是說每次都是他跟我開會 決策者都不是他 那問題在你的身上 其實追根究底就是設計師身上 那我們現在這個產業 現在有所謂的那種調節委員 比較中間客觀 然後有點公信力 又有專業的這個 什麼基金會可以來做這個事 而不是動不動就法院見 其實應該這樣講 在台灣的法律上 其實第一層不會直接走法院 當然第一步 我們雙方可以私下 先調節最好嘛 不行了我們就會叫調節委員會 但是這個誰都不希望 但是問題來了 在台灣現在的調節委員會那一邊的過程 他並沒有建築專業 對啊他沒有相關的領域他怎麼起跳 對所以經常在走一道遊戲 叫做你們各自一半這樣好嗎 各退一步 這個是一個當然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對雙方是一個很難有一個依據 對那台灣的確是有一個單位 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就是叫住宅消費者品質保護協會 他們在板橋那一邊 有機會也可以跟他們接觸看看 那當然大家能夠 不要上法院是最好的 但是設計師真的要很小心喔 如果你在不好好面對你內部的經營管理 這件事情可能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有幾群設計師已經擺明了 就是我不接陌生人的生意 我覺得難搞就對了 對但事實上不是難搞 是他不願意去學習怎麼面對陌生消費者 對其實如果願意學習的話 陌生消費者並沒有到這麼困難 假設你又會設定機制 像書裡面有提到一個設定機制的問題 你就可以設下停存點 停存點設完就不會被騙報價跟騙圖 一定是你內部管理機制出了問題 對 所以都是有方法可依循就對了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寫這本書 希望更多設計師要有這些認知 所以這樣講你這本書是給同業看 那一般消費者呢 一般消費者會從裡面 也會找到一些注釋馬跡 在所謂的裝修前的準備 我要找一個設計師 他可能需要具備哪些基礎的能力 裡面有帶到一些內容 那當時我的第一本書 烘焙學 的確有些消費者拿了書 告訴設計師說 你要不要先看完再做我家的案子 這也是我們期待的 因為這本書並不是在批判 這本書是看到的問題如何解決 我們朝這個方向去把它撰寫出來 花了兩年半的時間 跟出版社 中間也是非常辛苦 一直來回的修改 對 而且不是文字啊 你還搭配了很多這個說明圖 對 流程圖 仔細的怎麼去執行這樣子 那當然 基本上台灣其實有一群設計公司 是從國外留學回來 然後把國外的這一套 希望灌輸在台灣的 在這個裝修業的部分 其實講句認真的 不太行的頭 因為在台灣室內設計的市場裡面 比如說陪業主挑選家具 是沒有費用的 但在歐美國家 可能跟陪客戶挑選家具 可能就有所謂的 這個時速的這個問題 就是有時薪的 對對對 台灣不會付了 台灣變成服務 對對對 而且台灣本身 只有所謂的設計工程兩端 在國外還有建造方 所以每一個國家 他運作室內設計市場的邏輯 規則都是不一樣 所以千萬不要把國外那一套 搬回台灣使用 應該要去適應本土的文化 找到本土營運的最正確的方式 才能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做好這個產業 所以這樣聽 在台灣做設計業還蠻辛苦的 很辛苦 但是不是什麼都免費 很多設計師朋友會問我們說 我們出門要收帳糧費 人家幫人家打鑰匙的 家裡的門鎖壞了 找人家開個鎖就有300塊 為什麼我們這個產業 連一塊都收不到呢 但是您應該回頭思考的是 你如何展現出你的價值 足以讓消費者在網路上 就覺得你來我家這一趟 就應該付你3000塊 所以代表怎麼樣 代表回頭去看的 還是你這家公司的 基本對外的行銷問題 對 這樣講應該也是有很多人低價競爭 所以即使你要收錢 也有很多公司 願意不收帳糧費 對 其實帳糧費 講一句認真的 還是要收 但是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收 得要看你公司的等級到哪邊 但是回歸到原點 第一件事情 朝向公司品牌的發展 才是未來經營這個產業的王道 而不是在助發展個人魅力 那已經是過去的時代 個人魅力這件事情 對於比較資深的消費者 可能還有一些幫助 但是對於年輕的消費者 如果他假設有一天 他全部的資料都從網路上 可以得到的時候 他有需要見你一面嗎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這今部把你的這個推薦人介紹一下吧 這本書的三個推薦人 OK好 其實總共有四個推薦人 推薦人第一個是 前東道家居的創辦人就是張修緣 當然他們本身一直以來很積極 跟室內設計產業的合作 所以這一次也是邀請他來做推薦 第二個推薦人是 聯合報基金基金會的執行長邱文通 因為我以前也是從媒體出來 跟他有很多年的交情 他一路看著我這邊 就是怎麼發展這間公司 第三個是專技學會理事長 這一個陳文亮 陳理事長這邊 他其實一直以來很致力於 在這一個政治造的推行 還有一些 因為他是在逢小大學教書 他是從整個學術到整個產業的結合 做得蠻透徹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本書的推薦人 是很具資格 第四個推薦人就是 前澳美的創辦人莊淑芬 其實這個莊淑芬 莊姊他這個我們前輩 他非常厲害 他是不是很敬佩為前輩 他能夠把這個國際的 這個廣告事業集團 引進跟台灣合作發揚光大 是我們在這個產業 是蠻想學習的對象 大概是這樣子 好謝謝洪建復為我們介紹你的新作 除了設計其他都不為那者 新封和文創出版 謝謝